我,我现在,不,不对,我看了本不该看的东西 如果,如果你看到了这段视频,一定要赶紧通知别人 嘿,他又回来了,我好像被他发现了 他,他过来了 怎么,怎么这里也有,怎么,怎么,我现在该怎么办 咋也发现我了 哈喽,乌龟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阳莫的白宝腔 片头大家也看到了,我是真的见到嘿本人了 眼睛还泛着白光,一般来说呢,普通玩家是见不到这种传说级别的人物 那我是怎么发现黑影们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来为你们揭晓答案 想要召唤黑影们呢,很简单 安装这款木的话,你只需要两块灵魂纱 以及一颗南瓜头就可以直接召唤黑影们了 召唤出来的黑影们啊,真的很逼真 我们多召唤几只出来,会发现 他们的举止行为,就和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充满了好奇,还会时时的盯着你 注视一会儿,咦,真的是越想越害怕 这种两个方块,加上一个南瓜头的召唤方式呢 除了可以召唤黑影之外,还可以用两个金块 召唤出身穿金甲的无头骑士 两个铁块,就能召唤出身穿铁甲的铁甲无头骑士 既然是我召唤出来的,就让我看看实与如何 出场吧,我的苦力怕 你们怎么都不打苦力怕啊 那,真的没有看见面前那么大的一只苦力怕吗 好歹给苦力怕一个面子好吧 我切一下召唤模式看看呢 你们这群打手怎么回事啊 居然和苦力怕做朋友 总算把苦力怕扎平的订单给补上了 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的实用生物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只需要两块原石加上一个南瓜头 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铁傀儡 就是丑了点 那至少比到了游戏后期原石用不掉要好一些吧 这次呢,我多召唤几只小傀儡 居然苦力怕他们不摆帐 我就派我的女巫出场试试看 我去,果然大起来了 怎么黑魔还在里面凑人呢 这是在盗乱动吗 算了算了,让你现实一下真正的大哥 出来吧,黑药石傀儡 我去,女巫刚生成就被黑药石傀儡给打飞了 我多放几只女巫看看 怎么回事 黑药石傀儡,你们怎么打海里去了 你们真的不会沉下去吗 除了这些偏战斗类的召唤物呢 这款墨袋还能召唤一些适用于休闲生存项的生物 只要拿着骷髅头骨 按住shift加鼠标右键 放在这个箱子头上 看,这样它就变成一个活动的宝箱怪了 别以为它变成生物化你就不能使用它了 曾经的存储功能依然好用 与宝箱怪类似的生物还有许多 比如这只由工作台生成的工作台怪 正面看过去,它还长了一座小胡子 加上四条串,显得十分可爱 还有这只熔炉怪 你甚至还可以让它一边行走一边烤东西 只不过,这个火焰的强度 是不是有点强过头了 还有这最后一只,铁针怪 铁针都能变成生物,你甘信吗 不过它的表情还真的是可怜呢 一个不开心的表情 使用它的时候它会自己蹲下来 太猛猛 好了,这款Mode中有意思的生物 还不止那么一点呢 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自己去玩哦 这款Mode的名字叫做食用生物模组 虽然名字不太好听 可这些生物还真的是挺实用的,不是吗 那我们这一期的爱要么的白宝箱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定要点一步关注啊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拜拜 打开西瓜视频 点击投像 进入个人主页 点击我要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团 加入成功后 将获得粉丝团专属新章